熱血製造最強頻度 PassionTimes.hk 今次這個區議會選舉 就是第一次取消委任議席的區議會選舉 即是有400多個席位 就是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但仍然有小部分的議席 就叫做當然的區議員 就是按照基本法的規定 原居民的權益要維護 所以新界佬就會有若干的區議會當年議席 其議所有的議席 包括過去的委任議席 全部都是由選舉產生 但今次選舉的形勢 對這個民主派 或者對所謂反對派都是不利的 我今早早就去青衣一個選區 幫一個候選人打氣 那裏有幾個人去參選 有四個人其中一個是民主黨 去到青衣我就非常感慨 因為曾經試過一段時間攜青區 青一色是民主派天下 所以今時今日 經過兩屆的選舉 07年的區議會選舉 和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 民主派是慘敗的區議會裏面 為甚麼呢 一方面他們就會怪 咦 共產黨的蛇齋餅種有效 那些老人家 每個人去投票 都是支持這些建制派的 還有呢 就是這個 中票 但是他們沒有自己反省檢討 為甚麼曾幾何時 民主派在區議會 是佔最多的議席 淪落到今時今日 十八區區議會主席 沒有一個是民主派的 就是因為你不做地區的事嘛 很簡單而已 是不是 今時今日 更差 明明知道現在的世代已經改變 整個社會運動的模式也改變 香港人 對香港前途的看法 就不是跟你中國結合在一起 這種形勢又看不到 越和中國融合 香港就死得更快 是吧 是 過去一段時間大家都看到 誰像他就誰死了 是吧 看看這條街 我不是今時今日講 這條菜街 就是已經大壞大壞 十年八年在這裡拿著咪來喊 又未做議員 喊到做議員 是吧 你看看他的變化 就是整條街的 是吧 都是為了serve自由行的 所以現在自由行少了 是吧 整個香港的形勢已經很明顯了 香港是危如累論 現在是一個危而震撼的時代 危急全亡之洲 你還跟我說中國如何如何 它財大氣草 是吧 與無倫次 我們香港人 只能靠香港才能救到自己 所以我們 經常說一句就是 自己香港自己救 自己香港自己救 來熱血公民今次只有六個人參選 人兵單薄 但我們希望做了一個形勢出來 給大家看到投下香港一票 這個概念是很重要的 所以 剛才黃陽達說 如果那個選區沒有這個熱血公民的 那很多都沒有了 四百多個區 是吧 是吧 如果你不投票 我們覺得都沒有問題 因為你選過保皇黨 就選多個 柴頭 是吧 選過民主黨 就選多個更柴的人 是吧 他幫你不倒的 老實說 你不要不去投票 我覺得 你去投 投一張白票 白票也是表達意見的方式 即是說你這區 四個候選人 或者兩個候選人 一個民主派的 一個是建制派的 我都是不支持的 我投一張白票 英文叫 None of above 以上皆非 我是投一張票 就是 兩個候選人 我都不支持的 這個都是投票 盡了你公民的權利 去表達你的意見 當開個票箱一數出來 扑你一個計成支張白票的話 誰當選都是養衰 明白嗎 那你的意見 就能表達出來 明白嗎 所以沒有越來公民的地方 就說這個混蛋 投白票 我們為香港 來投下這一票 我們希望還有 除了沒有越來公民 我們補充一句 現在有些散兵 我都幫些散兵助選 有散兵的地方 有投給散兵 OK 投票選擇很簡單 只要清楚 第一 有越公民只有六區 這樣很容易 做了四百多區 如果有散兵 有非民主黨 非建制派 但是他有散兵來的 年輕人 投給他 再沒有這些人 投白票 這個投票 取向就很清楚了 我們要支持 香港的未來 支持年輕人 剛才我長沙環區 幫一個年輕人 拉票的李文浩 他在那裡已經半年 很努力 我跟街坊聊天 逐個叩頭 來投票給他 因為我在長沙環區 是九龍西選區裡面 立法會選舉 那個區我最高票的 我呼籲支持我的選民 投給這一位散兵 其他那些區都是 如果我們覺得這些散兵 這些年輕人值得支持的 投給他 建制派叫他扑街 OK 民主派也叫他扑街 OK 投給香港 支持香港 自己香港自己救 自己香港自己救 謝謝大家